交通部民航局称这里为台中航空站 俗称为台中清泉岗机场 现在台中市政府想更名为台中国际机场 最新消息是已经获得交通不同意 目前报行政院核定 其实分散作为一个北中南各有一个国际机场 才能够来符合未来发展趋势 所以如果我们放远来看这个柄是做大 反而是应该提早规划 以数据来看台中清泉岗机场 虽然军民共用一个机场 自从开放之后 包括包机直航以及定点直飞 清泉岗机场从99年128万人次的客运量 到104年的客运量 已经冲破了234万人次 其中国际客运量就占了153万人次 不过要升级为国际机场 原跑道太短的问题也已经着手规划 在原有滑行道上的左侧 新增了联络滑行道 而目前11个停机坪也不服使用 未来将新增7个停机坪 目前位置都已经规划完成 三四年左右 就能够有一个民航专用的跑道 我用厨 外厨 把我们称离夫 今天因为我们做坎坷离夫 今天这样基本上我们都不反对 我们在这发现很多旅客 都起到台中 再看要去高雄 南部 做高铁 用高铁来衔接都不错 尤其在桃园机场淹水事件之后 蔡英文总统指示交通部 评估清泉岗机场升级一案 球一丢出来 在地的台中市政府立刻接球 短短几天拟好计划 已经跟交通部达成多项共识 不止新增联络滑行道 还增辟了停机坪 取消消禁 深夜航班不受影响 可以正常起降 加上清泉岗机场属于军方用地 没有征收问题 若升级立刻省下将近600万的土地征收费 如果现在核定预计五年就能完工 东森新闻成家林高志宏在台中的采访报道